恭喜蔡斌29岁奥运冠军携金牌正式回归女牌新举片彻底打开 目前咱们的中国女牌也是再一次的开始在福建张州的一场大集训 可以看得出来此次咱们中国女牌的任务也是非常的重 毕竟要面对之后的世界女牌联赛 还有杭州的亚运会以及咱们奥运会的一个资格赛的一个入场券 对于蔡斌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更是咱们此次中国女牌触底反弹的一次大跃进的一次尝试 而除此之外咱们的蔡斌也是迎来了自己后续的一场手段 像之前咱们的奥运冠军丁霞也是再次的被她给顶级召回 毕竟自己身的伤病问题已经全部的改好 而此次也是能正大的助力咱们的中国女牌再进一步 毕竟在去年两次国际性的赛事 其拿到一个第八一个第六的一个名次 对于咱们中国女牌来说确实是过不去 而除此之外像咱们的刚刚在欧运杯拿下冠军的朱婷和摇迪 也是会再次的回归 而对于咱们中国女牌确实有一个极大的加成 毕竟他们拿下了一家联赛最高的那个成就 而更是成就了他们两个人 以及像斯坎提奇也是互相成就的一个决定 而对于咱们中国女牌来说确实更加的重要 毕竟这也是咱们中国女牌第一次拿下了国外的最高奖项的一次奖金牌 而除此之外咱们的蔡斌也是要围绕着咱们的三大奥运冠军 重新打造咱们的中国女牌 而他们也是继郎平之后东京奥运会之后再一次的重聚 对于冲击之后的向世界女牌 还有咱们之后的一个巴黎奥运会都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也是让我们大家期待 他们在之后的一个集训当中有一个很好的磨练 在之后能够带领咱们的女牌重新回归当初的那个网索 大家对此怎么看欢迎评论区留言